现在除了医用口 叫成了民众必备 75%的酒精需求量也大大提升 而在台中就有一间专门生产 药用酒精的大型制药厂 早期他们只做化学容易的批发买卖 第二代无质又接班之后 因应WTO开放 开始投入了酒精制造 一路从SARS H1N1到武汉肺炎 防疫期间都提供了 第一线最重要的物资 从早期专卖医院药厂 到后来拓展到连锁药妆店 以及超商等等通路 顺利打进了居家消毒清洁市场 而在去年更成为全台唯一独家 取得德国大厂96%乙醇原料药的 药品许可证 而药用干洗手的主要成分 就是使用96%的乙醇 成功缔造出两亿元的亮眼成绩 用酒精四处喷洒擦室 不管是平常使用的桌面 开关门一定会摸到的把手 或是电话的听筒和话机 防疫期间为了避免接触感染 不定时的清洁消毒几乎已经成为 每天的例行日常 我们的原料是所有在厂家在生产 是货源最稳定的 我们的货是跟固定的酒精 澳洲的酒精制造厂 直接购买的 我们跟它牵制的原料 我们最主要是在检查这个标签 批号有没有完整 我会来抽烟它 看有没有泄漏 这里是台中雾峰 吴智佑所带领的制药厂 主要生产的是药用酒精 只要是要去接触到我们的人体皮肤 其实最好是用 有乙类成药的药品级的酒精 我们要进哪一家的酒精 要经过食药署同意的 我们的原料是要依中华药点检验 要补合国际性的药点标准 产线上一个个排排站 正在产出的是500cc的药用酒精 光是一天就能生产出 一万五千多瓶 大概的产能就在300吨 那疫情爆发以后 食药署就我们尽量加班 我们也配合了 目前我们提升到400吨 调配草是大概一万五千公升 一次的批次量 那我们本身这个调配草 下面都有磅秤 电子磅秤 所以我们是用在剂量都是以重量的 在看不见的地底下 有一个超大型的储存槽 酒精经过了管线输送上来 过滤后进入搅拌槽内 再加入药品级的纯水调和 当它搅拌完检验合格以后 才输送到这一个槽子叫做 我们称为它中继槽 这边就看得到了吗 这里看得到 大概是这样子 就清澈的 站在大大的圆柱桶槽旁边 人实在显得很渺小 仔细一看 这些桶槽 发亮的就像是一面镜子 原来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制造的产品非比一般 所以吴智佑相当谨慎 几件检验人员蹲在地上 探头到桶槽的底部 采集样品准备做实验 颜料进来要检验 再调和半成品的时候要检验 当完成成品以后到前端还要检验 确定无物以后才可以包装 我们目前使用的是HDP的2RV 那因为我们的瓶器是找的是 医疗器材容那个瓶器专用场 那我们来装酒精 像是在玩云霄飞车 把只空瓶翻转180度一起斗陶灾 不到10秒钟瓶子就能洗净 是气息瓶 那最主要是来的瓶子就很干净了 但是也许我有维护的那个粉尘 所以我们都是要经过气 把粉尘吹出来 60度以上的酒精 就属于易燃易体是危险物品 为了做到滴水不漏 每一站都有严格的把关 这个推掉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铝箔 对 那我打开给你看 好 真的耶 它这个是有铝箔的 正常的 对 它只要里面没有铝箔 它就会打掉 然后再经过高周波 风口 因为行业别很特殊 设置厂房 关卡穷穷很不容易 厂内四处都可以看见防爆的装置 基本的只要有电的东西 都要符合规划 例如灯 还有那个广播器 那个广播器 这边也有一个 然后所有逃生灯 这个一个特殊的插头 这是110的 这个叫防爆插头 有危险的是 接通电源的瞬间 对 它接通会产生火花 所以它一定要用防爆插头 整间厂房的动线和规划 都是由吴志佑一手打造的 虽然念的不是化学本科 但身为长子的他 二话不说 一肩扛起了副业 民国57年 父母亲白手起家 一开始只做单纯的买卖生意 他最主要做的是润滑油 人家说基油 那个润滑油买卖而已 那到最后 当然就慢慢地转向 有了化学 化学溶剂的皮划 吴志佑承接后 开始转为加工 代客调配 民国91年 台湾加入了WTO 他找到了一个机会点 投入管制品酒精的买卖 因为早期酒精是装卖制度 是不可以买卖的 那加入WTO 以后开放就可以买卖 SARS的时候才发现到 75%的酒精 是有这么大的需求 酒精是一门低技术 但是设厂 却相对较高门槛的行业 吴志佑重金投资 高消防规格的厂房 看在同行眼里 是满满的怀疑 但他始终相信 没有人去碰的 并不代表市场 没有这个需求 这没有技术性 这是事实的 只是说他们很惊讶 你一个药剂一个钱 那时候的75% 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市场 如果单一个药厂单一这样做 很快就会结束营业了 但是那时候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我个人的看法是 75%应该是一个 在消毒 在医疗 从早期专门医院药厂的大桶庄 一路发展到轻巧易攜带的小瓶 他们将触角延伸到连锁药装店 甚至超商通路 打进居家清洁消毒的市场 电话一通接着一通 面对这波疫情 加开生产的酒精量高达了三成 吴志佑的儿子吴承翰在2014年也加入了公司团队 产品的包装和设计都注入了年轻人的创意 而负责业务的他也有新的拓展 年轻的新思维 如果对公司是有助力 我们为什么不能支持他 辛苦了四年所申请的输入洗壳 乙醇96的原料药 符合GMP未来在药厂里面 从传统的批发买卖 到以客人需求量身调配 再到成立制药公司转工制造 二代接班的吴志佑 为事业走出一个崭新的格局 2019年成功缔造两亿元营收